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又來到科技新GIN的時間 今天是大年初一 先跟大家拜個年 祝大家身體健康 試試如意 心想事成 今集繼續是我Winky 跟大家報導最新的科技資訊 不過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記得要Like和Comment我們的影片 未訂閱的話 記得要快點訂閱 今個星期比較多人留意的科技新聞 很可能是Apple在香港時間星期二晚 突然之間推出了14和16吋 兩款M2處理器的MacBook Pro 和M2處理器版本的Mac mini 分別兩種產品都可以選擇M2或M2 Pro的晶片 它們的外觀和以前都幾乎是一樣的 講起效能 就會比起上代的M1晶片 高了大約20-30% 怎麼猜到星期四晚又突然之間 推出控波爾 外形暫時看起來都沒有太大分別 時隔多年再推出的新版本 用了S7晶片 提升音訊和Siri 還有連接其他智能裝置的效果 它的觸控版面都變大了 而且配備特製的低音喇叭 亦都內置氣溫和濕度感應器 可以評估到室內的環境 方便用家查詢相關的資訊 和配合不同的智能家居自動化的功能 定價2299元 而阿聰已經為兩款新產品 出了詳細的影片介紹 有興趣的觀眾 就可以在這條片完結後 去看阿聰那條片 接下來的新聞就比較特別 大家都見到我們沒有在Studio 因為我們去了Toshiba Towards Tomorrow的產品發佈會 他們展出了未來這一年 想要重點推介的家電產品 同場有Toshiba 各式各樣的家電產品 不知不覺原來 他們都涉獵各個範疇的家電 電飯煲 微波爐 洗衣機 雪櫃等等 首先當然是他們的RO即熱水機 其實我們之前都有評測過這部機 他們今次更出了這個黑色的Display 大家未看過這條片的話 記得快點回去看 然後就是他們今年推出的洗衣乾衣機 除了有他們自家的巨浪設 以及UFB的技術之外 它最特別的就是做得比較薄 厚度只有525mm 比市場上同類型的一些產品 是纖薄很多的 這部20L的蒸氣焗爐升級版 特別在於可以連接他們T-Smart Live的APP 去用IoT的功能 配備純精、烤焗、發酵、慢燈等等 37款自動功能 只要在電話上按攀音 就可以完成功能的設置 同時都內置了多個雲端食譜的教學 接著就跟大家介紹一些 他們品牌入面未來感重一點的產品 就是我旁邊的這個六門雪櫃 大家可以看到它除了白色的外型 很漂亮之外 其實它都很實用 這個面板做了一些特別的設計 其實好像一個磨砂的質感 都會有放冰、快速急凍、梳果處理室的功能等等 而比較特別的就是它有一個感應器 只要觸碰一下那個位置 它自己就會開 所以你就不用一定要這樣打開 就算你手上拿著很多東西 都可以很方便地放一些東西 最好要介紹的就是我身邊的這一部家電 大家猜不猜到它其實是甚麼電器來的呢 沒錯 我就是洗衣機 它其實兩層都各自有不同的功能 上面就是5KG的洗衣機 而下面就是10KG的洗衣機 加7KG的光衣機 變相如果你家人有不同的需要 煙物需要分開洗的話 這部東西就很適合你了 還有它還有一個彩色的面板 其實在場內的家電產版 有些已經在市面上見得到 有些可能就會在2023年推出 今次發布會上展出其中一個用意 在於測試市場的反應 不知大家看到這些家電人有甚麼想法呢 近年有很多電話在未正式公佈之前 已經流出了工程機 而最近有YouTube Channel 聲稱拿到Google開發的Pixel摺機模型 今次流出的其實只是一個塑膠模型 機背相機的設計就持續Pixel 7 比較特別的是它用了一個比較短的比例 拿著一個模型的YouTuber 也有補充一些數字的資料 它的外面的螢幕是5.79吋 解像度是1080x2100 打開之後 裡面的螢幕是7.67吋 解像度是2208x1840 Google Pixel系列向來都有粉絲支持 出接機應該都會蠻好反應 不過根據慣例 就算Pixel出變形金剛都好 香港都應該是沒有刊貨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到時可能都要留意一些關於水貨的消息 打機會卡關 科技研發都很可能會 Apple說了很久的AR眼鏡裝置 有傳就說遇到技術樽頸 會無限期延後 根據彭博的報道 Apple打算同時開發頭罩式的VR裝置 和可以帶出街用於日常生活的AR眼鏡 但AR眼鏡就因技術問題而暫時割置 至於類似Quest和Oculus的頭罩式眼罩 仍然是有望在今年或2024年推出 傳聞會有兩款的名字叫做 Reality One和Reality Pro 可以對應到VR和AR技術 但Pro版售價有全會高達3000美金 其實在好幾年前 Google都出過AR眼鏡 Google Glass 但很快就宣告失敗 除了顯示的技術有少少差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因為帶出街太過異常 如果有科技廠想挑戰AR眼鏡 最重要都是要執法好外形 DJI今期都新推出了 相機專用的雲台RS 3 mini 一起看看實測片段 DJI出的相機雲台和航拍機 是很多專業攝影師都會用到的工具 而他們最新推出了一款更加輕便 價錢更加親民的相機雲台 RS 3 mini 新機是RS系列第一款的mini版本 官方資料指 直拍模式的機身只重795g 比起RS 3 Pro輕了50% 而橫拍模式只重850g 雖然這部mini機身的負重比較輕 即是乘重2kg 但其實都可以afford到大部分APSE 和全片幅的無反相機 官方說就算你用Sony A7S III 2470mm F2.8GM 都可以應付得來 除了輕量得來 又有一定的輔助能力之外 RS 3 mini 更加用了不需要額外配件 都可以快速轉換成直拍形態的設計 這個功能在RS系列是第一次見的 連更加專業更加貴的型號都做不到 而直拍之下的角度限制都會比舊款少些 我們實試過用來負載Sony A7S IV 2470mm F2.8GM來拍攝 這些包場看電影的畫面 就是用了距離做穩定器的 讓大家看看雲台的效果之餘 同一時間都和大家分享下使用的感覺 第一就是真的比起同系列輕輕一點 所以操作起來都會走手靈活些 另外就是觸控屏幕的操作都頗方便和容易上手 整個拍攝的過程 雲台的表現都非常穩定 不過它就無法換電 就未必適合一些長時間要用的用家 但又這麼說 它都有差不多10小時的續航力 雖然比起Pro版少了兩個小時 但我們用來的感覺都頗足夠用 而$2,299這個售價都算是頗吸引 都是一個一門的好選擇 大家最近有沒有追開什麼劇 改編至遊戲 最後新玩者The Last of Us 的HBO 真人劇集最近開播 收視率和評語都很不錯 新劇集會在1月15日播放 吸引到470萬觀眾 創下了HBO第三高的全流首播數字 The Last of Us 系列近來有很多不同爭議 所以真人版播出都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我們都問過一些看過的朋友 幾個都說他很忠於圓著 甚至是近年遊戲改編最好的劇集 不過都有朋友說 The Last of Us 第一集的劇本接近完美 接著拍都不會怎樣錯 反而是怕製作人 搞新意思搞出 說回一點背景 The Last of Us 都算是喪屍求生片 寄生增菌會入侵人體 變造攻擊力和感染力都極強的孤孤人 男主角Joe痛失外女 因緣際會之下 要護送有抗體的女生Elly 去目的地研發疫苗 扶女檔的互動都是劇集的一大賣點之一 香港觀眾只要訂閱HBO GO就有得看 逢星期日推出新的一集 這條科技新G出街的時候 應該都已經有第二集看 如果你在新年假期期間有些時間 都不妨去HBO看這套劇集 Wincent自己個人都頗推介 而我自己最近都在看黑暗榮耀 都頗好看 所以如果大家有時間都不妨開出來看看 今集的科技新G時間差不多 希望大家可以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歡迎comment和我們聊聊天 還有就是要follow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如果你未訂閱的話 就記得要快點訂閱 最後跟大家說多次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各位Gadget Gang的觀眾 新年快樂 祝大家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要甚麼有甚麼 各位Gadget Gang的觀眾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馬精神 這麼快就來到這個肚年 上年苦年多謝大家 都陪我們一起度過一個愉快的苦年 接下來肚年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祝大家心想事成 學業進步 不是 身體健康龍馬精神 恭喜發財 祝大家今年分年快樂 身體健康 還有裁員講獎 大家一起多賺點 有錢就可以買到一些Gadget 最重要就是買一些 適合自己用 適合分配的Gadget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Gadget Gang 今年一起買到一些好的科技產品 Hello 大家好 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新的一年 就看到Gadget Gang 還有買到自己的新頭號 還有最重要 不用再戴口罩 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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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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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 感谢观看